走出地檢署 雙手核實 一人馬國畢面對鏡頭 連身盜竊 貪生自己真的做錯事情 盜竊後低頭鞠躬15秒 滿臉歉移離開地檢署 因為他酒駕被抓 禁酒測後明顯燒標 不過過程中看得出來 馬國畢很緊張 全程雙手緊緊握著寶特瓶 指酒駕就是不對的行為 馬國畢酒駕被發現說 他先在新北市領口的餐廳用餐 接著又回到電視台休息 沒有想到再從電視台 把車開回台北市 馬國畢承認酒駕 也很配合警方逮捕遺送 他表示10號晚上 在新北市領口聚餐 過程中喝了微試劑 返回電視台休息半個小時之後 就開車離開 準備返回台北南港住處 卻在半路被攔查到 酒測值0.32 檢察官復訓之後 吳寶請回 接著就在臉書發文 標誓非常懊悔自己的行為 將會徹底反省 也保證不再犯 下閘道處設置路檢點 當場經過一台自小客 駕駛飄散濃厚的酒味 馬國畢過去曾因為 在千堵聚棒極欠五千萬元的債務 開車靠Uber買雞排直播賺錢 這次又惹上酒駕風波 對比曾替國道警察做的安全宣導模樣 酒後駕車真的不可取 就算再怎麼鞠躬道歉 還是做了錯誤的示範 影響自己形象 TVBS新聞黃俊瑋 黃建國 葉俊SNG小組 台北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